國發會發布月景氣燈號亮出了今年第二顆的黃紅燈 顯示國內景氣持續回溫 批發、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更是亮出了紅燈 不過實際詢問民眾和店家 不少人都覺得無感 另外中央大學台經中心則發布六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也比上個月微幅上升 民眾掏錢消費買賣 是否有感近日台灣經濟景氣比較熱絡呢 第一線的實體店面業者和民眾無感 不過根據國發會公布的最新景氣對策信號 綜合判斷分數為35分與四月持平 亮出今年第二顆代表景氣趨熱的黃紅燈 包括股價指數、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還有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等都亮出紅燈 國發會表示主要受惠AI等應用需求熱絡而帶動景氣 民間消費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四月份 我們有受到地震的一些影響 而六月以後它已經慢慢淡化 另外中央大學台經中心公布六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CCI總指數為72.69點 較上個月上升0.49點 調查發現由於股市創新高 國人感受到財富增加 因此也有95%的受訪者 認為未來半年國內物價會上漲 而臺灣綜合研究院的最新經濟預測 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至3.57% 比前次預估增加0.39% 如果今年有颱風再進來影響臺灣的話 如果電價再漲的話 那確實我們今年的下半年 我們物價上漲的壓力就會稍微大一些 學者表示臺灣產業正走向不蘇 但下半年需留意美國經濟消費 可能影響國內出口成長以及通膨等不確定性 在楊宗彥 黃明慎 台北報導